新北市淡海轻轨在去年底正式动工 新北市政府还特别举行淡海轻轨的车型票选 吸引了将近三万人参与投票 而最后是由充满速度感的行舞者车型获得了最高票 未来淡海轻轨就会以这个车型来进行设计 预计在今年底原型车就会亮相 流线型车身充满速度感再搭配时尚色调 这就是由将近三万民众票选出来 为了要行驶在新北市淡水地区的淡海轻轨车型 事实上这个部分一共是有37.48% 大概我们就会采用这样一个行舞者 这样一个车型来做一个设计 为了让民众更有市政参与感 新北市举行淡海轻轨的车型票选 而事实上淡海轻轨的第一期工程建设 已经从2014年底就开始进行 而且是首度由台湾团队来包办整个系统制造 未来包含平面和高架桥 总共会有14个车站和一座机场 预计在年底之前的话它原型车会制作完成 后续这个车子后续的组装因为整个采购是15列车 后续组装整个生产会在台湾来制造 也是第一次国内生产轻轨系统 第一期工程建设经费耗资115亿预定107年完成 跑完行政程序之后就会通车 渴望可以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并缓解淡水长期以来的交通拥塞之苦 介绍成长外台报道